第一方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大陆云端医疗的发展一个概述 最早其实大家可能会知道一些大陆的互联网医疗公司 从时间上来看比如2000年的时候 医生的一样一个社区丁香园 包括后来的一些互联网医疗的平台 唯一是2010年成立的 可能很多朋友之前了解过乌震互联网医院 我之前就是在每年世界互联网大会 就是在浙江的乌震召开 我知道每年台湾这边也会去很多的记者去参加这个大会 有很多记者也去走访过我们乌震互联网医院 也到15年包括平安好医生的创立 现在都在台湾不是在香港上市了 包括到2018年我们来看 这个国务院办公厅和这个国家卫健委 其实发布了很多个文件 比如关于促进互联网加医疗健康发展的文件 还有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等等 一系列的文件 整个来讲其实也就是最近20年的时间 尤其是最近10年的时间 大陆的互联网医疗得到一个很快的发展 有三个维度啊 第一个维度我觉得是从这个产业的 产业的规模上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从最初的2000年可能有很少的 那时候还是PC互联网时代 有一些医生的这个网站社区来做交流 后来到2010年这个左右 我们逐渐进入到了叫我们这个大陆叫移动互联网时代 很多移动互联网的这个产品出现 这是然后到现在 其实是大陆有很多这样类似的公司 虽然每一家的公司模式不太一样 但是这样的业态还是非常丰富的 这是市场规模 第二个层面是用户的规模 最近几年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 其实大陆人非常习惯的去使用很多方面的这个移动的软件来解决 我们的就医生活购物交通等等方面的这个需求 大陆这一方面发展 大家还是有目共睹能看到这些看到这些这个成果的 第三方面也有就是基于市场和用户的这个一个大量的需求 我觉得大陆的这方面的政策也在不断的去完善 最初其实是很少关于这个互联网提供互联网医疗服务 甚至在早期它是不合规的不合法的 那后来看到了市场上这么多的这种创新的新业态的出现 尤其是15年这个唯一提出创办了这个乌联互联网医院 这样一个新概念的产生 那也正向的去推动了 这个我们国家在互联网诊疗等等 这一系列政策上的一个进步 对这是描述近20年来 这个大陆的互联网加医疗健康发展的情况 整体的发展它经历了 大致我们认为有四个这样的一个阶段 在2000年到2009年 我们更多的是认为这个互联网它所在医疗领域 它提供的是一个信息服务 比如给提供给医生更多的学习的平台 医生交流的平台等等这样的 然后到09年这个就原来叫卫生部发布了一个 关于互联网医疗保健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提出各个各级医院要开展这个预约诊疗服务 就是你去医院之前要提前预约医生 这样不会大家都出几道医院里 产生特别的特别多的拥挤 尤其是这个我们很多人去 喜欢去大医院看病 可能跟台湾的这方面的习惯也不是特别的一样 台湾有很多这个诊所啊 我知道大家看病非常方便 而大陆这边更喜欢去大医院 相信大医生他们觉得更专业 所以19年到15年这个阶段 我们整个产业的这个互联网医疗的服务模式 更多的是开展预约诊疗啊 线上能够在线能够支付啊 如果在线能够查看 检查检验报告啊等等 这个我们认为它是这个基于互联网的便民服务 然后到15年到18年这个事件 我们认为是互联网已经在真正触及到医疗的核心了 不只是医疗的周边的服务 而是医疗的核心 就是互联网医院的出现 开始提供在线的诊疗服务 这就是乌镇互联网医院开创的这样一个新的业态 一直到这个18年 18年为什么18年又是一个时间节点 18年这个当时中央开了这个全国医疗健康这个大会 这个大会呢 其实确立了这个大陆的一个医疗改革的新的方针 就是我们原来的医疗服务 还都是按照大家的医疗需求来提供服务 到18年我们的改革的整个方向就是调整了 我们的医疗服务为了什么 最终极的目标 其实是为了大家的健康水平 所以整个医疗服务模式要去转型到以健康为中心 不要以治病为中心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场面 所以中国整个的互联网的互联网医疗的产业业态 也会随着这个大的目标去提供一些更多的 关于以健康为目标的服务 对然后像常见的一些服务 就包括我们都看到的我们都在使用的 可能在台湾也比较常见的 比如健康教育 电子健康档案 在线的咨询 包括一些远程的会诊员 远程的未诊 在线的复诊 像大陆还很成熟的就是在线的 是在线问诊之后 电子处方开完之后 这个处方可以流转到药店 或者流转到这个医药电商平台 通过物流我们都可以配送到家 这样一个一整个服务闭环 这个都实际上了 对这一页我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些这样的内容 这是一个概况 有了这样一个了解 接下来有一个更好的认识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刚刚我讲到的 鼓励公立医院 实时预约诊疗 这也是在这个政策起处之上 唯一原来叫最早的时候 我们刚成立的时候叫华号网 其实是就是帮助各个医疗机构去做华号的 去医院之前先预约华号 对然后当时我们用了几年的时间 用了三到四年的时间 做成了一个全国最大的这个预约诊疗平台 这是这样一个情况 对然后从便民服务到医疗服务 也就是我刚刚讲到过的 乌镇互联网医院的这个出现 其实是开展了一个在线 开创了一个在线诊疗服务的新模式 把在线的诊疗和药品的配送 就处方的流转药品的配送等等 一系列的这个流程去做一个打工 对这是这对于这个整个大陆的这个互联网医疗健康产业来讲 是一个发展的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 第一这个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我刚刚讲的 以治病为中心到以健康为中心这样一个转变 这也是这个大陆这边出了很多政策 像19大也提出了很多的要求 包括健康中国出台了这个健康中国行动 如何为健康为中心去去做一些这样一个医疗服务 医疗健康服务模式的一个转变 这是一些政策性的文件 我就不具体阐述了 就是我刚刚说到的 其实我们这方面的这个鼓励性的政策 出台了这个很多 对 那刚刚讲到很多这个机会和机遇 那陈老师这个也说 我们现在的发展还有哪些要突破的这个点 我想可能也有三个点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第一个点就是互联网诊疗的服务目前还没有大范围的纳入到这个国家的医保支付范围 就是医疗保险 因为这个大陆的这个百分之七十左右的这个医疗费用是由保险来支付的 是 台湾那边我觉得也差不多台湾有健保有比较比较完善的这个健保制度啊 是 了解到这一点 也就是说这个这个概念 所以第二呢 这个医疗机构这个药品的数据 还有这个保险的这个数据啊 现在还没有做到很好的这个互联互通 所以我们现在很关心这个 就是健康医疗大数据的发展啊 人工智能 就医学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如果没有很好的数据的互联互通 那这些AI的这个发展 它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很大限制的 所以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我是在 我们是想到这个贯穿线上 加线下的这个健康管理的这个流程必还啊 没有很好的这个实现 也是基于前两方面的这个原因 有些比如一宝不能报销 那患者他当然更喜欢去线下医院了 因为他去线下医院 可能哪怕多花一点时间 多跑一点路 但是一宝能报销 这个就减少自己的这个费用的负担 所以就会影响这个在线诊疗 它整个流程的这个这个闭环的一个流程啊 它不利于打通 所以但是呢 这个前面这个左边呢 那个讲到的是 我们受到还有哪些限制 但是大家可以从片子上右边可以看到 那现在这些问题其实正在得到一个这个好的解决 26号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互联网家诊疗 互联网家医疗健康的指导意见 其实这个政策层面已经把互联网家医疗健康服务 提高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去鼓励整个行业去发展互联网家医疗健康服务 而另外就是从这个医疗改革层面 医改是个全世界性的这个大的难题啊 大陆的移改其实也在这几年也有很大的这个推动的力度 那比如说三一联动的改革 就是我说的医疗医药医保的数据的互联互通 这个数据互联互通之后 这个壁垒啊拆除之后 整个产业的这个数字化发展程度会得到一个好的提升 那第三点我也是想这个分享的 就在最近一段时间在抗击疫情的这个过程中 国家医保局还有这个各省的医保局啊 把互联网诊疗纳入到医保支付了 也就是说在线看病 这个在线买药 也到这个配送到家 这些这个药品的这些费用 在线问诊的那些费用 都可以医保报销 跟线上和线下一个政策 所以这是最近新来的这个突破 后面分享的这个过程中 我也会跟大家再具体再分享 另外就是提到这个市场规模的一个预测 这个预测并不是这个我们预测的 我们也是这个看到比较一些这个官方 或者是一些比较权威的研究机构 提出的这些文件 目前来看这个市场规模 大家也能从这个片子上 这个看到 预计啊到2030年 这个中国的这个健康服务总规模市场 达到16万亿 这样一个规模 然后也有研究机构指出 这个互联网医疗啊 就是就是陈老师定义的这个 云端医疗的一个产业 突破这个2000亿元